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9月3号因燃料泄漏 再次推迟新一代登陆火箭阿尔特明斯1号的发射任务 这也是继8月29号首次升空失败后 火箭再度在倒数计时阶段腰斩 NASA局长纳尔逊指出 这次发生的液氢泄漏问题比前一次严重 团队经过多次尝试都无法解决问题 所以决定推迟计划 在下次发射前 他们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进行数据分析和故障排查 直到准备就续前都不会发射火箭 我们很高兴的发射组织 他们做得正确 他们做得正确 他们做得买书 他们做得非常专业 这就是为了我们经历的成功 我们经历的成功 我可以告诉你 为了观看重返月球这历史性一刻 不少民众一早便聚集在发射台对面的 泰特斯威尔太空景观公园 想要一睹阿尔特密斯一号的发射过程 但NASA再次取消发射任务 让不少民众感到扫兴 根据NASA的说法 本期的发射窗口将于6号关闭 当局不会在这个发射窗口内再次试射 下个试射窗口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开启 不过确切的发射日期仍有待确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